我們繼續朝下一個地方前進 主角等我 我現在人好多喔 等等我 欸 走出來了欸 我走出雪地了 這裡是哪裡啊 森林 欸有寶箱欸 森林地形 感覺我快要看到下一個人了 要到城鎮裡面了 西沃爾基 這裡 欸在森林裡面的小鎮欸 感覺 感覺好棒喔 這裡這裡這裡 找到人了 在森林裡面你應該是獵人吧 即便如此 為什麼那個魔物會出現在附近的森林中呢 是什麼預兆嗎 少女的名字海英特 是一名森林深處西沃爾基村莊裡 與夥伴雪豹林得一同生活的獵人 雪豹欸 他有雪豹喔 這麼強喔 等待著一年前出發旅行的師傅 閃達回 欸 歸來的同時 現在則以村裡首席獵人的身份 協助著村長 手襲獵人欸 好強喔 這樣子 他應該可以為我的整個團隊 帶來不少的攻擊效果對不對 對 於是他接到統治這片土地貴族的委託 為了討伐出現在森林那一帶 這一帶從未見過的魔物 正打算獨自一人前往 而語之聲 對他來說 夥伴是必須的 他不是打算獨自一人前往嗎 感覺夥伴不是必須的啊 好啦 來啦 呃 這個 把 把誰換下來 把 把沙雷特換下來好了 沙雷特 常常就下來了有沒有 就這樣子好不好 這個是魔法師嘛 這個是補血的 那我 我不知道在幹嘛的 海因特 好 來吧 體驗嗎 是的 唉唷 他有雪豹欸 一年前別人都養狼他養雪豹 感覺好帥喔 唉唷 那個很陽剛的味道欸 你還沒出發啊 好帥喔 真的是雪豹欸 我特別來看你的啦 特別等你來看我 不會要護送聖女嗎 唉唷 那個聖女在我們的護送中了啦 不用緊張啊 獵人好像都會養一些寵物對不對 就是養獵豹啊 那個獵狗啊 那他在打中的什麼 天上飛的那個 或是地上爬的東西的時候 那個寵物就會衝出去 幫他們叼回來 他應該沒有擔心吧 你不要添亂子就好了 你怎麼看起來不太服氣 他是不太服氣啊 他我自己覺得自己才是最強的 有沒有 喔 原來擔心的是你老是天亂子有沒有 都亂搞 嘿嘿嘿 被說中了齁 根本就不是擔心你的安危 你忘了他們有什麼約定嗎 原來是爛賭啊 啊 不要爛賭了啦 不要再賭魔了 你自己有下場嗎 十賭九輸啊 不要賭了啦 對啊 為什麼 生活水瓶林有沒有 生活 知識林 所以賭第一次失敗了 就要再去賭第二次是不是 這不是賭徒心態嗎 唉 沒救了 沒救了 沒用啊 沒用 確實沒用 除了打獵以外 全部都不行 既然這隻狗講這種話 只能靠你了 這個師父沒用啊 唉唷唉唷 唉唷 魔狼哈根欸 是魔狼欸 好帥喔 這個師父真是沒威嚴啊 又點頭了 哇嗚 人品好啊 欸 有人出來了 艾莉莎欸 唉唷 聖火騎士 艾莉莎 好像蠻可以的欸 我也沒這麼多錢是不是 沒有人在 你的素行不良 當然沒有人站在你這一邊啊 唉唷 用那個喔 約束有沒有 用約束力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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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去去 師父就這樣走了 就出發做任務了 這樣到底有什麼危險啊 喔 出發已經過一年了 唉唷 有點久欸 哇 做什麼任務做了一年這麼久啊 很大一筆錢喔 這就是他的姓喔 這就是他的姓喔 正在追蹤 所以我們做完這個任務 可能就要去找師父了欸 只知道他有一雙紅色的雙眼 唉唷 連師父都說難對付欸 唉唷 喔 追了整整一年喔 追了三個月了 所以他這麼過了 我要的手上 我看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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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著我 你呢 那就是他 所以? 你呢 我看著他 必須購買阿卡咪,去到森林 我須到村子的事領了,阿姨 我須到新牌賞的弟子,ZANTA 愛擔心的弟子 可見真的很難纏有沒有,所以才會說要花很多時間 三個月都還沒有看到他本人,都在逃是不是 那個紅眼都沒有露面 我覺得應該是真的很難纏 唉唷,唉唷 唉唷,雪豹 好帥喔 他是這個村子首席獵人耶 這裡的房子蠻漂亮的 去找村長 村長你在哪裡,在這裡 唉唷,這裡是不是 村長,村長都一定有點年紀是不是 今天有什麼工作嗎 你還真認真和閃達完全不同 不過今天還沒有任何狩獵的工作喔 那有其他需要幫忙的事嗎 他是不是工作狂阿 沒有做事,閒不下來有沒有 你去度假好不好 我想想阿,你去掃地好了啦 那個有掃不完的樹葉嘛 村子裡不是有年輕的獵人嗎 你讓他們練習狩獵吧 唉唷,就是教新人 通過和魔物交心來控制對方 是黑色森林 竹竹技 的技巧 好難念喔,竹竹技 目前只有你和閃達 能使用這種技巧 要教給其他人 唉唷,到此為止吧 村長一提到這些話題 就變得很囉嗦喔 馬上自止有沒有 年紀大了就會不自覺 囉嗦起來 總之希望你去擔任 年輕獵人的練習對象 頼目嘟 就是廣場上那兩個 那就拜託你了 唉,交給我吧 好了,我們要去訓練 不成才的傢伙有沒有 八名主角 這個是什麼 唉唷,年輕獵人 來找一下廣場這兩個傢伙 來 縮死 縮死是這個嗎 進行縮死 是的 去吧 訓練嗎 我接受 說來的訓練就是打架嘛 對不對 我們要換什麼 唉,琳德 哇 唉唷 琳德出現了 琳德縮死 唉唷 好強喔 好強喔 無傷欸 雪暴撲兩下就贏了 哇,趴在地上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你已經越來越習慣戰鬥了 你單純的只是被 雪暴撲倒在地而已 這種時候才是最危險的 不可以鬆懈下來 謝謝 唉唷 躺在地上 好好笑喔 他們都會先教我怎麼使用這個啦 技能 好了啦,再來啦 縮死 要進行嗎 是的 那就拜託你了 年輕的獵人 不堪用啊 好啦,去吧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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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敢嗎 我終於掌握訣竅了 知道如何瞄準快速移動的物體了 真的還假的 這麼強喔 這樣被撲一撲 如果哪天丘皮撲倒我 還不可能 丘皮很難撲倒我 欸 有小女孩 欸 怎麼了嗎 海因特姐姐 怎麼了 村長好像在找姐姐 他說有緊急的工作 我看到了 所以村長家吧 那村民 少女 緊急的工作嗎 我的雪暴很強欸 聽說有緊急的工作 對 來自貴族齊蘭大人的委託 喔 似乎魔物在他的領地森林中棲息 他希望派人去擊退那個魔物 請讓這個村子最強的獵人前來 就是這樣的委託 最強的獵人 他都這樣指明了 閃達現在不在 那就只能派你過去了 我知道了 拜託你了 海因特 我們村子代代都由獵人組成 呃 不只這黑色森林 我們村子的好幾 好幾人的名字 響徹整個大陸 哇 盛產獵人的村落欸 生命遠過 人才背出 是這個 歷史悠久的獵人村啊 說說的沒錯吧 我已經聽了好幾遍 都能背起來了 抱歉抱歉 上了年紀就是這樣 他們這邊的獵人 可以看到 那個 魔物 魔物的 強弱 是不是 可以判斷要怎麼 獵捕他 你又說了重複 你又重複說了 我知道 這份委託交給我吧 村長 好 詳細情況你就問他吧 我覺得村長是不是 開始有點 老年痴呆的症狀 要小心喔 村長 有空去 森林走走 狩獵一下吧 聽好了 海因特 別太勉強囉 好 謝謝你 走了 進去了 到底是誰啊 一個年輕小伙子 貴族欸 奇難的使者 不好意思 這麼緊急的委託 畢竟魔物再就會讓人恐懼 說明一下詳細情況吧 我想請你去狩獵的是 迷路到 鵝語之聲的魔物 迷路過去的 嗯 迷路的魔物嗎 今早一招 傷隊受到魔物襲擊 有兩個人逃了出來 其他都死了 據殉存者描述 除了他們以外 其他人都被魔物殺光了 唉呦這麼凶殘喔 那迷路的魔物根據在哪裡 我們調查了這個情況 依魔物的特徵 那應該是 激煞魯馬 這是學者的意見 激煞魯馬 什麼東西啊 如果真的是激煞魯馬 那魔物並非欺襲於鵝語之聲 我的主人有責任 以領主的身份保護人民 閃達大人現在不在 就只能委託村子裡 伸手最強的你了 海因特大人 請你務必去狩獵 激煞魯馬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我知道了 我絕對會完成這份任務 什麼了 你和閃達大人不同 比較正經 擁有身為獵人認真 對狩獵的態度 這個到眼神和他如出於側 你繼承了他好的一面 畢竟我是一路看著 師父 美譜的地方 原來如此 那就拜託你了 海因特大人 好的 就這樣 我正要去討伐魔物 你要幫助我嗎 真的是很謝謝你啦 不過很危險喔 欸 前置進行 很短欸 唉唷 真希奇 林德也很親近你的樣子 幫了大門 我就稍微借助你的力量吧 那麼 前往魔物出現的 俄語之聲吧 唉唷 就這樣喔 感覺很 很快欸 這段劇情好短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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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